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 早安 今天是开协的第二天 明天是911 我们在这个学期主要的上课 是欧盟化跟生命对话 这个课程最主要 这个学期我们有三个主轴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 所谓的经济危机的问题 这个课程我们会有找几位 重量级的专家来讲 那最主要就是德国的一个 Hans Werner Zinn 他是这个Hans Werner Zinn 他会来讲 那最还有一位跟他配合的 是我们的另外一个老师 Dieter Rutenberg 那他会在之前会先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他的资料太多了 大家可以上网站去看 因为这个是洛贝尔籍的教授 但是他因为时间上 来不及10月1号的课 他还在会机上 所以我们是那天的课呢 10月1号我们会停掉 然后改在10月的4号 3号吧 10月3号 10月3号 礼拜四的晚上 6点到8点 那大概5点20就可以进来 那由于这个教室呢 是被华丽协文班所借走 所以我们另外借了一个场地 就是临哲館的国际会议厅 那时间呢是6点到8点 那是6点到7点之后呢 先讲一下他的演讲 然后再来就是7点到8点 我们就做直接的dialogue 直接对话好不好 那当然因为他的课程是 我们又不是全部都练经济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呢 不要全部讲那么专业性的题目 因为他这个演讲呢 其实要都是收费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 大协呢 其实所以是没有收钱的 所以希望同学呢 能够也鼓吹大家其他人来参加 那这部分呢 我们大概是第一个系列就讨论 欧盟的欧债危机 然后跟所有全部的 世界的经济危机的问题 那他曾经在2003年呢 提出了一个 旧德国的方案 所以在2013年 2003到2013呢 德国经济呢 其实跟其他国家也不一样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那这个最主要是我们的老师呢 就是鲁卡斯连呢 还有蒂特·鲁森贝克 他们两位呢 在好几个 两个协旗以前呢 讨论到这个方案 结果 那Professor 鲁卡斯连呢 特地到德国去邀他 那最主要 他的时间排得很不容易 那这回是因为 中华经济研究院呢 邀请他 邀请他 我们呢 也争取到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 把时间呢 拨了一段小时间给我们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珍惜这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那这是实在不太容易 那第二个呢 我们是会讨论到 所谓的文化危机 跟教育的危机的部分 那文化教育制度呢 我们知道 我们的教材呢 以往都是所谓的 由上面的灌输式的 那我们现在是 另外的方式呢 是讨论是由对话形态呢 来创造新的一个议题 那这种 其实 我们在世界竞争的部分呢 除了经济以外 其实文化跟教育 其实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那再来一个问题呢 就是 我们会讨论到 法治的危机 跟人钱的危机 那这部分呢 我们大概知道 最近几年呢 发生相当多的问题 尤其是 企业的洪仲秋案 这个问题引起大家很重大的讨论 那人钱呢 跟以往的观念也不太一样 那这部分呢 还有我们原本所谓的前例分立的概念 到底现在有没有 还是前例分立呢 慢慢就会所谓的异化 就是没有往正面提升 反而是往这个负面的沉沦 那到底这是什么的问题 那我们紧接的最近这个礼拜呢 9月又有开始一个很重大的议题 对不对 大家只要看的媒体也知道 那这部分呢 其实都会在我们这里头加以讨论 所以我们的 主要的我们会有几个固定的老师呢 跟我们一起合开这一门课 第一位呢 我想介绍一下就是 这个Professor Georg Geske 这位帅哥 葛祥林教授呢 他是 他会讲德文 会讲英文 会讲这个北京话 也会讲闽南语 这个超厉害的 他的闽南语讲得还不错 那再来一位呢 就是我们的Lucas Lucas Lian 联教授 联教授辛苦他了 还有一位呢就是Professor Claudius Petrov 这位呢 他也会讲很多很多种语言 那Lucas Lian 当然也会讲很多种语言 那我们都是靠着他们来帮忙 那还有一位呢就是我们有一位 Jonas Montos 是希腊人 还有下礼拜呢 17号 我们还会找到一位 Andzin 来帮我们讲一下所谓的贪图的一些问题 经济犯罪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都是很难得 在远从德国来 那他是午夜的时候曾经来过我们这边 那时间不太够 那我们这回又经过 Gelke Getsken的邀请他来 所以他还会再来 跟下礼拜跟大家讲一下 下礼拜的进度我们大概就是 前60分钟呢 那让Andzin来讲 然后后面的50几分钟呢 让Dieter来跟我们讲 那这个大家不要把老师当老师 就把他当做大家的哥们 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不够大声 那因为我们要 这里头还有很多老师 但是因为我们这样就不足以介绍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要讨论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EURO呢 indanger Should Taiwan be afraid 就是欧盟呢 欧债是有一些欧元是有危机 台湾要不要害怕 台湾害怕的东西很多 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不怕 OK 那还有很多问题 那这些问题我们后面再来讲 那再来我大概利用短的时间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课呢 我的部分呢 我最主要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谈的是 方法论的问题 社会学方法论 那我们知道做生意呢 其实谈的最主要就是用辩证方法 那曾经有举过例子呢 有人就是说他是比尔盖茲 他问他儿子呢 要不要跟比尔盖茲的女儿结婚呢 他儿子说不要 那他说 问他儿子要不要结婚 他儿子说不要 那跟比尔盖茲的女儿呢 他儿子说那可以考虑 那他就跑去跟比尔盖茲再讲呢 你呢一定要把你女儿嫁给我儿子 那他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儿子呢 是Votbank的CEO 那他比尔盖茲说OK 那后来他又跑去跟Votbank的总裁讲说 你呢一定要给我儿子呢 你的CEO位置给他 为什么 因为呢他是比尔盖茲的女儿 所以他搞半天呢 就买空卖空呢 他就让他儿子呢 当到Votbank的CEO 也当到起到比尔盖茲的女儿 那什么都没有 那这就是我们在讲的所谓的Dialetic 就是辩证方法 那这个买空卖空 那这部分呢到底会影响到什么 还有某一个议题呢 就是要讨论到 最近我们用所谓的法律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法律呢 是自由民主 可是忘了一点 其实法律呢重点在科学 那其实重点都是在 到底真相是什么 政绩是什么 那这就我们会有两种不同的思考 第一种思考就 形式上的思考叫辩证法 另外一种思考就本质的思考 我们叫科学化的思考 就是数位化的思考 这是我们另外会想要跟大家 来讲的这些问题 那我想由于时间的问题呢 我的时间呢到35分钟 其实还有3分钟 对不对 所以我就很快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台湾呢 法律呢到底是有科学化发展 还是保守退化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最后要来讨论 其实台湾的重点呢 是在1986年以后呢 练法律呢 会调逻辑不讲逻辑 那大家都是 法律呢不是逻辑 是经验的 那这个就很麻烦 那法律呢是自由民主 不必讲科学 也不必讲政绩 所以我们知道最近 昨天神隐的两位老伯伯出现了 对不对 一个是这个最高检察署的检察总长 叫什么名 黃世民 另外一个是民进党的柯建民 就两位神隐伯伯 不是神隐少女 神隐少女敌野千行 这不是 这是另外的神隐伯伯 这两位神隐伯伯讲的话呢 大家听一听 大家可以知道 有些情形 我们觉得 他们讲的话很有道理 可是又觉得又没什么道理 那到底是什么 就是因为最主要 有没有真相 有没有科学 到底政绩是什么 那这我们后面都会讲 那因为我们在1986年以后 法律会叫罗吉克 所以这时候 产生很多很奇怪的现象出来 那这个也是 可是大家知道 我们只懂得自由民主民粹 可是不懂得科学 这我们是后面 我们就要讨论这些问题 那我们知道恐龙法官呢 还有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Korea family 这些问题 那这些我们是从整个社会面 来讨论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我想 这有机会呢 我们在这个学期跟大家 讨论一下 所谓的法治人权 它有什么样的危机的问题 那我想最主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7月的时候 7、8月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1984 不是1984 是1985 因为1984是 big brother watch you 那1985是 那个是从维也纳的 一个运动过来的 是citizen watch the big brother 等等 那这问题有一个 所谓理论叫critical mass 就是情绩效应 到达一定的程度 会产生改变 那这部分呢 我们讨论一下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就讨论到 不公平的游戏规则的问题 那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要整个问题来 从另外角度来讨论 这有什么样的 那在洛贝尔甲呢 J.E. Stiglitz 还有Hans Bernstein 还有很多人呢 还有我们这几位老师呢 最主要就是要谈 当代发生的问题 而不是以前的旧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当然就是 当前很重要的问题 那我想这个 这个大家知道 这是less misliables 那我们想 系统呢 会不会产生异化的问题 会不会有人类的浩劫 那我们知道 他讲 钱贵阶层呢 利用市场跟政治潜力呢 把底层人民的钱呢 全部吸入自己的口袋 那这部分呢 谈到 我们再读一下呢 Hans Bernstein呢 他的Casino Capitalism 这里头会提到这些问题 那我们知道 台湾人民呢 其实我们这个课程没有什么 就是让你们 进伊甸园呢 吃苹果 咬苹果 然后知道真相而已 那这个是满重要 那我们有几本书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参考 这一本 Price of inequality 那这个 人民的钱呢 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穷人那边挖来的 有钱人呢 赚了穷人的钱 穷人呢 跟有钱人 这都是我们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角度的问题 好 我的时间呢 超过了 所以赶快呢 交给Cardius Petro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OK 你们看 现代的东西 我们的生活 生活都变成比较简单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 可是不可以用 OK 蛮大的交叉 我只有15分钟 我要一般的介绍那个课程 你们看得到 我们有的时候用英文 有的时候用中文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讲一点点 中文 可是写的 我比较喜欢用英文 所以我建议 带一个小的字典 电脑的字典 还是什么 开始学一点点英文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把中文跟英文对起来 最简单的方法 学英文 我来台湾的时候 我也不太会讲英文 进步很多 没有其他的选择 OK 下个礼拜 来 我建议你们来 那个阿尹新来 他是一个德国的教授 我们还没完全确定 他探的题目是什么 应该跟探物类似的问题 我们三个学期 其实安排很多课程 很多研讨会关于探物 你们大部分的学生 对那个题目有很大的兴趣 因为无论哪里 你们开始看报纸 你们听新闻 一下子听到探物的问题 无论是台湾还是德国 还是什么 本来我们在德国认为 我们没有探物 最新闻们发现 好像连德国探物的问题 是蛮大的 都听起来很简单 我们看那个包子看新闻 啊 马英雄要做 政府要改变 可是其实每个社会 遇到那个探物的问题 法律方面很简单 就不可以做 可是这么预防 这个是最难说的 还有你们有没有想得出来 为什么有的国家 完全没有探物的问题 欧洲 北欧 日本 可是为什么有的国家 探物的问题是蛮大的 中国还遇到那个问题 台湾好像是有点重点 台湾好像是有点重点 探物的问题还存在 可是没有那么严重 可是看有些欧盟的国家 特别希腊 他们遇到的问题是蛮严重的 希腊还是一个国家 你需要一般的东西 你一定要给钱 所以我们叫一个 游娜摩托斯过来 给你们介绍希腊的问题 为什么那个国家那么怼火 你要给家操 你要给钱 你要最简单的东西 没有钱 没有什么 一定要探物 才他们的生活变成 很普通的一个事情 那你们台湾人还好 你要申请一个家操 你付一个小小的费用 就好了 还有讨论什么时候开始关系 什么时候变成贪污 那个是真的贪污 譬如说 那个Dieter Rutsenberg 会给你们介绍 他以前在一个银行里面工作 他要确定哪个公司得到一个贷款 哪个公司的运气不太好 那他说这个时候 二十年三十年前 有个习惯 有个习惯 那个公司 他们讨论贷款的问题 他们一定会去一起吃饭 还是他们那个 那个 Rutsenberg 非常喜欢看那个 Football Tennis等等 那他们也很知道 他很喜欢 所以有的时候 给他那个门票 二十年前 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现在很多人会认为 这个是一种类的贪污 所以其实预防的问题 是最大的问题 也要确定 什么时候过了从关系 到一个真的一种类的贪污 所以下个礼拜 那个内容一定有蛮大的意义 那我建议你们过来 我们此堂课 谈得很多是 关于那个 Economics 我自己读法律 我觉得 嗯 情绪很无聊 不管我的事 为什么我听那个无聊的 用那个数字 那个数字 他们的想法 有的时候听起来也很简单 水要越来越低 心水要越来越低 就情绪很好 有时不管我的事 我当女士 问题是 情绪对你们都有什么影响 你们后来会发现 无论你们做什么 当医生 美术家 律师 其实你们转业的部分 不太重要 最重要的是 钱是哪里来的 收入是哪里来的 当事人是哪里来的 你们问你们的老师 很多是那个问题 我们举办一个研讨会 谁付给我们钱 那不一定是大学 后来你们毕业以后 那经济情况不太好 哪里操得到工作 有时我们每天看到新闻 好像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有时我们觉得 他们做的都不太对 因为我看我不同的生活 跟他们讲的为什么差那么多 我还考虑了个问题 OK 也可以说欧盟 对不起我住在台湾 欧盟 对我有什么好处 讨论一下可能对台湾的影响会很大 我怎么确定 第二部分 大部分是关于那个Professor Sun Professor Sun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本来他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教授 可是受到那个经济危机的影响 他越来越开始批评现在的情况 他下一本书是比较有名的 这个会懂 Casino Capitalism OK Capitalism 你们应该懂 可是Casino 打赌 请问 Capitalism跟打赌有什么关系 这个是打赌 可是做是你 这个是有什么关系 他的观念是什么 他的意思是改变 我们现在的制度是越来越不合理的 本来的是 我们看时常结果是好的 人越来越传选 可是现在好像你的能力不太重要 越来越变成他们错神医 不是真的错神医 是变成打赌的 看一看我的事情够不够 本来 经济是什么 我们买东西 台湾买给德国 德国买给台湾 一个要 一个有 所以 谁有去买 谁要要付 那个价格是这样的确定 要求越高 东西越来越贵 很简单 银行这个时候的义务 全力能力是很简单 financing 还有他们换钱 以前一样 你买一个房子 很简单 他有一个房子 你买一个房子 你有钱 他需要你的钱 银行给你什么 他给你贷款 可是你要提供给他一个抵押 银行给他 银行给他 为什么你买一个公司的股票 这个又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你买一个股票 你希望 每一年 每一年 他给你 赚给你 一方面他的利润 所以 你花 今年你花 一百五元 那就 每一年 他还给你 两块五元 三块五元 考虑一下 是长期的考虑的 可是现在呢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你们应该又收到类似的 E-mail 那个span There is a real opportunity to make money on war It's time to realize it 哦 现在我们快要参赏 所以我们都会赚到钱 不觉得这个是有点奇怪 一个国家开始产生 可是我们有一个方法 获到 得到钱 OK 不好意思 这个应该是下 下个礼拜 Luzunberg 先生给你们介绍一下 OK 这个太复杂 这个刚刚说的是第一本书 第二本书是关于那个数位的target trip 那现在我们都喜欢我飞到美国 我 我还台币到美金 我飞到欧洲 我还欧元到美金到台币 听起来蛮简单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钱都是出来出去 出来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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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们有没有想那个问题 很多人 想卖那个美金 还是想卖那个 现在真的想比较多 卖那个台币 人都卖台币 可是没有人要欧元 嗯 就那个美金 还是那个台币 都还到其他的国家 怎么还来还去 可能这个比较难了解 可是我们考虑一下 五十年前 这个词是五十年前 的一个情况 我们有两个国家 叫这个A 叫这个B 很多人 从A 卖东西到B 差不多 一百million 那就 A国家的那个 A的那个货币 还到B国家 那就留在那边 问题是 他们的金额还到这边 所以呢 他们一定要类似的款期 B国家 一定要换类似的钱 那个一百million 跟一百million 都要换来换去 不可以超过 一段时间 不可以一个国家 换到一百二 还是两百million 可是另外一个国家 没有办法换 因为那个火币的那个金额 要同样的 你们想一想 这个对一个国家 是蛮大的障碍 譬如说 台湾 德国类似的国家 我们比较多出口的国家 我们的火 都是比较到外面买 所以我们也用很多其他的语言买 所以这个要综合 很简单 三个国家 也是比较简单 这个也会换来换去 可是呢 二十七个国家 是最简单的说法 可是这个是太简单 Mr. Lutzenberger 会给你们说明 他的意思是 因为南部的国家 受到很多北部国家的代管 远处等等 所以一般来说 从北部到南部 都要换来换钱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换 因为他们受到太多代管 可是完全没有办法换 所以那个我换 改变了 这个是Lutzenberger 给你们说明 第三部分 我换那个方法 是EU Life Culture 生活的文化 教育 Technology 德国有个所法 Social Market Economy 德国有个市场 可是它也是考虑 社会的利益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都有一个问题 一方面 人有自由 另外一方面 人要平等 你们觉得 哪个是比较重要的? 自由还是平等? 哪个是比较重要的? 你们觉得这个是有点想对的吗? 是想对的 有点想对的 为什么? 我是你的老板 你是我的员工 你差不多工作 我有个自由 一个小时四十块钱 好不好? 不好 不公平 对不对? 我 那就找其他的老板 好不好? 可是他说同样的 后面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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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东西真的有好处 不好意思 超一点错 有一点有限 其实平等 有一点限制 人的自由 那我是你的老板 所以我有个自由滥用你 薪水很低 所以 台湾的政府决定 我老板的自由有一个限 最低的薪水好像是一百块 一个小时一百块 差不多 所以每个国家要决定 自由跟平等的平衡在哪里 那德国法国类似的国家 也处于那个平衡 平等 美国英国的那个国家 可能比较重置那个自由的方面 你们才考虑一下 那个security的那个问题跟person 安全跟个人的自由 请你们可以回答 没有对的还是不对的 你觉得哪个国家是比较自由的 德国还是美国 台湾还是美国 哈 美国 我希望你们会飞到美国 经过美国的移民宿 你们就知道你们的自由在哪里 你们不是常常听过那个NSA的那个人 提 那个美国的一个机构 那个NSA差不多有机会 监督看世界上的Email 信等等 这个在美国是合法的 在德国完全没法的 为什么 我不是说是对还是不对 OK 我是德国人 我觉得是不太对 可是有其他的观念 因为美国比较重置安全的问题 德国觉得安全是蛮重要的 可是人的自由可能是更重要 所以可能有机会 以讨论那个问题 我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介绍三年的问题 觉得是有意义的 可是这个要比较多时间 Rutsenberg 那个先生比我很清楚那个问题 他会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下下个礼拜 那就三个还是四个礼拜以后 那个Sin回来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专家 可是现在也很多国外的专家 连在美国 越来越而出益他的研究所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机会 其实那个Lucas Lian在德国 要朝他比较久 他有其他的机会来到台湾 跟Lucas Lian找一个方法 他来我们的课 给我们应该讲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本来认为没有办法去他这边 OK 不好意思 我的时间过来 谢谢你们 谢谢 各位同学好 欢迎各位同学 这个学期来修我们这个 有关于欧文化与生命文化的一个对话 那我们在设计这个课程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台大 今天我看那个报纸台大说 去年是全世界排名80名 那今年变成82名 那是唯一举进这个世界100大的学校 就是台大 就是台湾所有的大学就 那各位可能会听到这个消息说 我们台湾 台湾大学是进入全世界100大的学校 各位可能就 不错 台湾最好的 但是我们在选择这个课的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有想到一点就是说高等教育 在台湾的高等教育呢 其实呢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所谓的 globalization 就是说欧盟的出现以后呢 整个世界的一个状况呢 产生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开这个课 从第一次我们开这个所谓的 21世纪联合国议程 The Agenda 21st Century 那时候呢 我们就感觉说台湾的教育 必须要有全球视野 你假如说坐车去慕尼黑 那你经过进车站的时候呢 In Bayern Gerboden In the Vietje Hause I am burned in Bayern But in the whole world I am at home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说 所有的台大学生呢 不要以为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呢 就应该感到满力 而是要整个视野向全世界开放 那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说 台...我们这个... 我们对自己呢 要取取呢 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那所以大学呢 在整个欧洲的一个 对大学的期望是什么 大学是什么 各位可以提出我来台大 那来这边是干什么的 你要常常去问自己 那所以在欧洲认为呢 大学是跟世界精神有关系 这个世界精神 这个字是黑格尔讲出来的 他是一个大学必须要 他是一个智慧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一个大学生 他进来这里以后呢 他要产生一个全球性的视野 然后他要对自己的人生呢 要产生 要开始去把握 那大学这个概念发展到现在 像世界像台德堡在600年 那所以大学是一个所谓的 里面有这个有真理 有智慧 那最重要是要有创造力 那我们台湾的大学 事实上各位 你们会考进台大其实都是很会背书 对不对 那事实上 我在德国经历到的大学是不一样的 我在读哲学系的时候 读 那有一个老师呢 我就每天 老师就介绍这个他的讲义 然后抄到黑板上 然后我就完全用台湾的这个方式呢 去跟那个老师把那个东西背得很好 结果那老师呢 这个成绩花下来 61分 那我就很纳闷 我说老师你怎么 我都全部答对 你怎么给我61分 那第二学期呢 我又更真正的 把他的全部 就是说更一字不漏的 把他背得很清楚 结果呢 第二学期 给我60分 那我就跑去找老师 我说老师 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答对了你怎么 你怎么给我这么低的分数 我要念博士怎么办 因为你假如说 你的成绩是很低的 没有机会进博士班 那我们老师说 对啊 你全部答对啊 那为什么你没有自己的思想 那为什么你 都按照我的讲义 我的书来抄 为什么你自己 你自己不会有你自己的思想 汉堡大学 用德文讲 We are HCM 都开那个copy machine We are not educate the copy machine 我们汉堡大学不是要训练这个影印机的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自己就感到说 原来老师希望有什么 老师希望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思想 尤其我刚刚自己讲的creativity 你要有自己的创造力 那所以我在四大户中毕业 我是最后一名的 但是我在我们那一届呢 我是在德国 我在1999 我在37岁的时候汉堡大学毕业 我是前校第一名 而且我的两本书都在德国出版 所以那时候呢 我在经历到的一个大学呢 他是一个 老师期望你怎么 你要有创造力 老师期望你 要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康德呢 他在 他的 什么是启蒙呢 讲了一句拉丁文的话 Suppere order 就是说你要容易 好这个 Suppere order 拉丁文就是说 Dare to think 你必须要自己去思维 你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思想 而且你们必须要把你最好的想法呢 自己去创造出来 那所以在 我认为呢 整个启蒙运动 对于全人类的贡献最大的地方就是什么 就是人类发展了一个最高教育的理念 那就是每一个人必须做自己的主人 每一个人必须去勇敢的去思维 那整个启蒙运动呢 我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呢 我会发现就是说 台湾根本还没有走出 还没有走到自己的启蒙 到现在还是在背书 还是在填牙式 所以在欧洲教育呢 他首先第一个 你要强化自己的思维 所以亚利山大鸿博 那个所谓的鸿博大学呢 他在1908年出 这个建立大学到1980年呢 出过了总共40个诺贝尔奖得主 然后这个鸿博的这个教育学家呢 这个校长呢 他就提出呢 什么是好的大学 好的大学呢 就是必须每一个学生呢 都把他上天上帝 放在他心中那个宇宙呢 所有的potential 所有的潜在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他才有资格成为好的大学 他才会变成 每一个学生他会有自己的 把自己的想法思维他的理性 所以我们记得康德他写的 纯粹理性批判 The Critique of Purism 他就是认为呢 人类必须重新去发现 每一个人心中的理性的能量 必须透过大学教育把它教导出来 所以大学事实上不是 像我刚刚所讲的 不是来训练这个影音机的 是训练每一个人 他把他的能量发展出来 每一个都有能力思维 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心中的力量 道德力量发挥出来 每一个人都去学会对话 所以刚刚那个 陳志荣老师讲说 把我们看作German 那就是说事实上 学生跟老师之间 他应该是一个对话的 那台湾你注意看台湾还 你缺少什么 台湾这种天下式教育 以前讲到讲光操 还有这个贝多分 你的贝分数就很多 那讲光操 老师讲你操 但是呢 我们台湾的教育 我们失落了什么 其实我们失落了那个创造的能力 我们失落了学生的主体性 思维的主体性 我们失落了语言的能力 你有没有注意看我们学生 我们这个课以前 从这八学起来都超过200个学生 每一个超过200个学生 每一个超过200个学生 但是我们这个课跟其他课不一样 就是说 我们每次有外国人来 我们这个课的全 全部是主动发问的 好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要必须发展你自己思维的力量 透过你的语言来跟老师对话 透过你自己的一种自我成长 所以真正的教育最后是什么 自己在教自己 老师给你只是 应该说只是鼓励你去发思维 鼓励你去对话 在陈志龙老师的母校叫做法文科武大学 那法文科武大学他出现了所谓的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那这个批判理论是认为 第一个 在整个启蒙运动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说 人的理性已经成长 人摆脱了宗教的前威 摆脱了政治的前威 人找到自己的时候 他开始要发展自己的一个思想的时候 那就是为什么 必须除了要必须跟理论对话之外 还要有批判能力 批判是一种能量 为什么 所以就是在启蒙的时候 各位可以发现就是说 黑格尔提出了所谓的辩证法 那辩证法是基于什么 基于正缓和 对不对 老师提出一个理论 你们会用缓的角度 批判的角度 对话的角度 创造力的角度去跟老师对话 然后会产生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结论出来 那就是因为有正缓和 所以大学的一个方法论里面 就是要采取辩论辩证法 就是老师提的 这个学生创造性的思想 把理论推到最高 所以欧洲的大学呢 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呢 叫做研究型的大学 就是每一个人 必须要把他的研究的能量 發揮到最大 而不是背诵 而不是做影印机 老师的思想再copy一遍 这是不对的 所以辩证型的大学 研究型的大学 你要成为 台大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 有机会 你看这个香港啊 新加坡他就是23名24名 可是假如 我常常跟各位 假如各位 能够真正把你自己思维的力量 创造的力量 对话的能力 发表的能力 发展到最大的时候呢 然后最重要就是要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把自己内在的 最丰富的思想能够创造出来 所以要学会辩证的能力 学会对话的能力 学会甚至批判老师的能力 假如这个能力没有在大学教育里面 被发展出来的话 那没有机会成为好的大学 所以我刚刚讲 Suppet order 请你们多勇敢的 应用自己的思想 去创造自己的世界 好 那我们 这个大学教育最终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大学教育 不但要奠定你人生事业的一个基础 最重要你出去呢 要去改变 你们是未来的主人 你们要去掌握你自己的未来 你的未来不要让那些政客 不要那些错误的示范把你们毁掉了 我们上个学期请了 在立法院开了这个 我们上个学期在立法院开这个工天会 那讨论说到底谁A了我的钱 那我常常想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的大学教育 我们在谈大学教育改革 事实上最终极就是什么 要社会改革 我在当大学校长 在当高中校长 结果有一个学生作弊被教官抓到了 结果那个学生说 那个教官主张要把他退学 那学生跟我讲了一句话说 我为什么不能作弊 连总统都可以贪污了 为什么我不能作弊 那各位就知道就是说 假如我们躲在这个学校里面 谈教育改革 可是呢各位真正的教材 是在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的教材 整个社会是一个 像刚刚程老师有提到说 那你说马英九很生气 所以把这个王景平要叫他离开 然后叫曾永富也要下台 那各位 这个我们这个前几年的这个 联合国的人权公園里面讲什么 无罪推定论 无罪推定论 就是说假如证据 客观的证据 还没有说这个人有罪的时候 你不能说他有罪 那所以我觉得台湾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社会没有办法改革 那你空谈教育改革是没有用的 所以教育不是整个立法院行政院 每天在上演的这个政治的这些续剧 其实就是一个教材 其实就是一个教材 那我们未来你们当这个社会领导人物 你们做的每一件错事 事实上都会变成负面教材 所以我们在学生的时代 我们就培养这种批判精神 对于对和不对呢 我们用康德的那句话就是判断力批判 你也没有你自己的判断力 你不要听老师的判断 你也不要听马英九的判断 你也不要 你要发展你自己的判断力 发展你自己的批判能量 那你才有资格能够创新 假如不是这样你没有资格创新 所以我会觉得说各位同学 那我们期许各位将来呢 这个国家要交在你的手里 那你现在就要对自己呢 产生一个非常高的尊重 我常常说这个欧盟到底带给这个世界什么东西 欧盟这个组织带给世界什么东西 那欧盟在成立的时候呢 就提到了五个要件 五个要件 五个要件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European Union you have to protect human rights 假如谁要成为欧盟的肺炎 你这个国家是要尊重人权 所以human rights欧盟的核心价值 那其实呢human rights也必须我们 成为我们教育的核心价值 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尊重人权 尊重自我尊重别人 然后跟别人合作 然后把别人呢 像康德讲 每一个人他不是工具 每一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 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有尊严的 所以这个人权作为这个核心价值 这是在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 If you want to join the European Union Your political system has to be democracy 就是你必须要民主 那民主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人民当主人 人民是头家 总统是被这些头家选出来 Democracy非常重要 那第三个criteria Govern他跟所倡议的 就是说欧盟标准的 第三个就是rule of law 法制 一个国家的法制很重要 那中国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讲法制 因为他有两个法律 一个是党法 一个是人民的法律 那党法高于人民法 那这是错误的 只能够有一套法律 而且这些法律 是必须透过人民的决定 这个是我认为 这个所谓human rights democracy rule of law 这是欧盟的所谓的核心价值 但是第四个标准是什么 The member state has to respect the minority 你必须要在你的国家尊重少数 土耳其就是一个例子 土耳其我们也是有民主啊 我们有法制啊 我们有人权啊 结果欧盟说那你有人权 为什么你这个杀死那么多库得主 为什么你是可以容许做这种事 所以respect the minority 尊重少数 这是一个很高的基本价值 很高的基本价值 不是国家必须尊重少数 学校也要尊重少数 你也要尊重那些弱势的 你那个不是说 人不能因为他的种族膚色出身贫护 受到歧视 所以这个尊重少数呢 事实上就是所谓的不得歧视 non-discrimination 不得歧视的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道德原则 那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个是economic governance good governance 好的治理 那你就知道说governance 统治治国 这是一个很高的社会科学 你们在读书的时候 你们就要去想说 他以后假如说我来当总统 我要提给国家什么样的政策 what is the policy what means good governance 什么是好的治理 那譬如说好的治理 那官员天天在贪污 立法院天天在官收 然后也收钱 那这个governance就不会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产生一个好的政策出来 那未来这个要交在你手里 所以你至于看欧盟在这几年来 它做什么governance 做什么policy 它各位去上网EU2020 EU2020 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有三个 有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政策指标 那这个政策指标是什么 第一个是smart growth 聪明的智能的聪明的成长 就是欧盟要抢是每一个欧洲人都要抢 台大要好就是每一个学生要好 那每一个学生要好怎么样 要smart 他必须有能力去什么 去smart growth 就是你的成长是非常聪明的 那透过什么 透过information society 他推把整个资讯化社会 知识经济 整个推到每一个人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成为有竞争力的人 smart growth 第二个是什么 sustainable growth 永续的成长 那对我们学生来讲也是一模一样 各位不要以为你台大学士硕士拿到了 就你的人生学习就不对 你的人生学习必须life long learning 你必须要终身学习 你必须要终身学习 终身成长 永续的成长 这个也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 你进来台大 你住在这边难道出去就不用学习吗 不是 那第三个叫inclusive growth 就是要包容性的成长 各位你们将来有机会出去 那你自己成长呢 你也希望那些弱势的也能够成长 那些在经济率不好的人也能够成长 inclusive包容性的 而且包容还包括宽容 宽容包容 就是让这些弱者也能够成长 然后第四点就是所谓的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governance 经济治理 很多国家都败债 现在日本国债已经超过300% 对不对 那台湾国债也很多 每一个国家事实上 像美国它的经济搞到那么糟糕 太喜欢战争了 那governance要经济治理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 就是说必须要让人民在政府不能贪污 然后把大量的钱来投资人民的教育 这个才是good governance 我在德国念的时候 我们这两个德国佬 他们的国家帮我付协会 我读的时候没有交过一毛的协会 他们说教育是人权 你必须保证每一个人 每一个德国人都收到高等教育 所以你看他们才会那么聪明 这是教育 所以你要growth 你要成长 事实上对一个国家而言 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以后你们会成为教育部长 成为总统 成为行政院长 成为大法官 你们其实你们就是要奉献这个社会 帮助这个社会 让这个社会能够真正成长 所以我觉得欧盟带给这个世界什么 其实一个新的一种政治的概念 一个新的政策 一个基本价值 这个基本价值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 去想说OK 以后我只要能够带领台湾这个政府 那我要去寻找什么样的基本价值 那这种体现这种人权 法治民主包容少数尊敬少数 不得歧视那些比你更没有能力的人 然后经济治理 我想对我们台大的挑战而言 其实我们必须要去把这样的一个能量 发展出来 所以2013年开始 欧盟又开始的另外一个政策 叫做Digital Europe 就是数位化的欧洲 那数位化的欧洲呢 又在20 所谓的Horizon 2020 各位这些都可以上网去查 Horizon 2020裡面呢 所谓的全面性的研发计划 因为你要成长 你必须要有know-how know-how来自什么地方 来自研究發展 所以它的研究完發展 它的Horizon 2020 有三个主軸 第一个主軸就是 Science Excellence 就是一个高超 一个高级的科学 Science Excellence 第二个主軸呢 是Leading Industry 就是要让工业成长 变成世界领先的工业 像西门子像什么 然後第三个研發的目的是什么 Societal Challenge 研究發展必须解决社会问题 解决環保的问题 解决政治贪污的问题 解决民主冲突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社会上很多很多危机 那这个你各位假如去查的时候 Horizon 2020呢 把这样的一个就是第一个 要让每一个学校都能够发展高的科学 包括人文科学也是算科学 而且人文科学往往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 强有利的中小企业工业 变成世界级的 第三个就是要自律於解决社会问题 那这个对我们而言也是重要 你读书是难道我今天 我只要证明我是台大博士 不是 读书目的是要解决社会问题 那这样的话台湾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来还行我们的教育制度的话 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各位也 希望各位呢就是能够在这学习的时间 第一个我刚刚所讲的 Globalization 你的思维要变成一个全球的视野 中世纪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就是说你不是巨人 但是你站在他肩膀 你高度上一公分 你看得比他比他远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那第二个就是说 各位一定要把自己思维的能量 自己创造的能量 甚至呢自己透过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方式呢 每天不断的学习 终身学习 而且刚刚所讲的就是要很聪明的成长 很包容的成长 很永续的成长 那这样我们的教育呢 就会比较离开所谓的田牙式教育 进入一个每一个人都有能量发展自我的一个教育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一个鼎天律的台湾同学 如果我们在这边讨论欧盟法与生命文化 首先 请问 欧洲 大不大 有多大 欧洲在哪里开始 请问欧洲从哪里开始啊 我们离欧洲最近的地方在哪里啊 很简单 你们没有想过 在海森围 那欧洲在哪里结束 离海森围最远的欧洲的地方在哪里啊 他不愿意啊 所以管他 本来像里面弄一个图片给你们看啊 如果你们看欧洲议会 Council of Europe Council of Europe 他刚开始啊 他只有十个会员国 十个会员国 大部分都是中欧北欧的几个国家 后来就陆陆续续加入啊 现在除了白俄以外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加入了 包括俄国也加入了啊 然后他有观察员 所以如果他开一个开会啊 那开会地点一定有 起码两个三个观察员啊 那三个观察员来自哪里啊 一个是日本的 一个是美国的 一个是加拿大的啊 所以从今天来讲啊 如果你看他的外围 那其实整个北半球啊 都可以环绕一次啊 我们大部分想到欧洲就好遥远啊 巴黎啊什么什么的啊 欧洲在海森威一开始啊 而且某方面他在阿拉斯加结束 你可以绕一圈 因为每一个这些国家都在欧洲议会 要不然有投票权 要不然有观察员的那个身份啊 所以我们常常想到最大的经济在哪里啊 问你们啊 世界最大的经济啊 对啊欧盟啊 不是美国啊 如果你看报纸每个都说 美国最大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现在大陆其次啊第二 那他背后都有一个隐形的巨人啊 如果你算看德国 对 德国没有那么大 你算英国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算欧盟 他远超过美国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隐形巨人 离我们这么近的一个隐形巨人啊 有时候我觉得观这个事实啊 值得我们去看啊 像我上个礼拜去欧洲开会 他就有一个什么 德日韩有关网路犯罪的一个会议啊 那为什么德国韩国日本要去开这样的一个 网路犯罪的会议啊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欧盟本来有一个 欧盟 伊亚公司的伊亚公司 他有一个 Convention on Cybercrime 他有一个网路犯罪公约 2001年 韩国是会员国 他有签字啊 有执行啊 日本也是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到欧洲 欧洲欧洲欧洲 我们没有想过他 他有一个外延的一个效力啊 那有时候他会想到一些 我们平常想不到的东西啊 而他很清楚你要解决一个问题啊 你不能答应国家解决啊 每一个欧洲的国家太小 我记得我曾经在欧洲骑脚拉车 我一天就进出国界大概七百六个 六次过了边界 你骑脚拉车 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很快啊 我们家乡在南部啊 往南一百二十公里就是瑞士 往西一百二十公里就是法国啊 那一百二十公里啊 你骑脚拉车如果有习惯骑的话 三个半小时差不多了啊 对啊 三十五公里一个小时 没有很困难 那七十公里就两个小时啊 那九十五公里 一百零五公里就已经三个小时啊 一百二十公里一个半小时啊 很快啊 你们在校 以前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就跟我爸讲啊 说对不起现在暑假 我不想打工 但是我想度假 你可不可以算一下我在家里吃多少钱啊 给我一下 三个礼拜 然后我就拿个帐篷 拿个脚拉车 然后就拿两三个朋友啊 我们就去脚拉车啊 晚上看哪里有一个隔过草的地啊 那我们就在那边露营啊 第二天再走啊 回家的时候就 你快先洗澡啊 可是 穷人有穷人的玩法 好在很多父母在欧洲 他愿意让孩子这样玩 我不知道 耶稣你跟你爸妈说 你高一哦 说 爸 给我钱 我要拿着帐篷去旅行 那我还能住哪里啊 路边啊 蛤 所以 你们如果进去看另外一个文化 你会看到 他有很多不同的习惯 有的你会觉得很陌生 有的你或许喜欢 有的你或许不喜欢啊 可是 很多事情 你在最后会觉得慢慢有一点点压抑啊 那你压抑的不是 啊 我找到另外一个 我看我能不能把它存 等一下 看他接不接受这一个 我今天在柏林啊 我刚开始有时差 早上五点醒来了啊 睡不着 礼拜天你要干嘛 所以我说去散步啊 那如果我们今天这样要去散步啊 可以啊 可是那要做什么 好 我去散步啊 我在柏林那天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两点啊 散步啊 我走了四十公里啊 我这四十公里啊 我没有在树下走的路 大概不到一公里啊 你想想看你在台北市 你散步啊 走个四十公里啊 然后你要把你的路线安排到 你只有一公里的路啊 没有在树营下 你做得到做不到 所以什么叫做居住品质 那是不一样的一个 一个社会空间啊 所以例如 你会碰到这样的房子啊 假如你这样看 这个是柏林哦 那然后人家就是说 好 自由 什么叫做自由啊 我可不可以 不要穿这些衣服然后去游泳啊 反正有这么多的活 那我可不可以现在就去游泳啊 我没有在泳裤啊 那有此不是 万一有人保守啊 好 你不要吓到啊 所以我可以先立一个牌子说 你在这边可以裸泳啊 所以保守的他不用看啊 那你从旁边走啊 那如果你不那么保守 那你就可以下去啊 那他同样有牌子说 那你这边狗狗也可以游泳啊 所以一个自由 他有没有平等 对 你有什么需求 你可以 这个那不是兔子 那是鹿啊 依然在柏林的市中 离市中间不远啊 或者这边啊 以前人家为了盖房子啊 那你需要水泥水泥需要沙子啊 那本来在这边挖沙子啊 挖完了啊 那他有没有把它盖房子什么 没有 这是一个生态区啊 那是生态保护区啊 所以它不是沙漠 它也不是什么海滩 它是一个生态保护区啊 所以你不能随便破坏 天气好 那你这个也是柏林市 所以假如你钱够啊 你要划船可以啊 那你要做帆船啊也可以啊 那为什么柏林有这 你看旁边那是不是房子啊 没有 这个要是在台北的话 我跟你打赌啊 旁边就跟淡水一样啊 一个大象 一个大象 如果台北的舰商看到这样的一个风景 他一定会跟你说 浪费资源啊 一瓶多少钱啊 假如一个舰商盖 第二个舰商会不会说我要盖 一定会 第三个舰商会不会说我也要 那最后你有没有这个景观 没有 所以一个社会他要去考虑 他们刚刚讲的那什么叫做公共利益啊 你除非考虑到这些 否则 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慢慢进入一个历史啊 那这边的咖啡 你在这边的餐厅会觉得 想不到这边 它可以这么便宜啊 好吃 如果你走了四十公里 你会觉得这个很好吃 就这边一个白客咖啡 那一大堆重机油的在这边集合啊 因为这个本来是柏林的边界 再过去一公里啊 以前就是东柏林啊 所以你以前在西柏林里 如果有重机啊 那你骑到那边然后骑回去啊 骑到那边就喝个啤酒然后回去 以前德国也没有那么严啊 你可以喝一杯啤酒然后再骑啊 可是同样在柏林 你会看到这种墙壁啊 那 这样比较大 你们知道那是草毛 那历史很近的是蛋孔 而且 如果你 你看他这样 你就知道 这边本来有人 他就少射 想射到这边来 所以 他现在没有修过 他前面修 他旁边没有修 所以你在欧洲很多地方 你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历史痕迹 这个一样 它是一个 战争的一个痕迹啊 因为丹麦跟德国的战争里面啊 本来丹麦的军队像 那个防卫这样的一个房子啊 但是会防卫不成啊 后来那些 那些军事大头头啊 在这边扭伦堡大审判的就受损了 所以很多希特勒的党羽啊 就是在这栋房子里面被起诉啊 所以欧洲人有时候如果想到自由 那个正英女神啊 对她是公平的 她要起那个秤啊 但是正义需要剑 如果她没有一把剑啊 那她觉得我怎么观测一个正义啊 如果我只是在那边蒙着鼻子 然后呢谁理你啊 那你需要一个一定的公权力啊 你才可以观测这个正义啊 所以一样在你倫巴上探里面啊 他在那个展览里面就特别著名说 他有辩护人啊 在南斯拉夫战争的时候啊 有一部分的那个记者啊 就觉得好像进入那个模式 魔界的那个世界啊 那为什么进入魔界 因为好像对面都是Orgs 塞尔维尔人都是恶的啊 那其实跟以前的二次大传一样啊 如果你是梦军的话 那好像德国人都是恶的啊 所以那如果他们都是恶的啊 那你抓到一个就杀一个不就好了吗 那人还是想不可以啊 那既然我们知道他是恶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让他很清楚的受审判 你如果今天要受审判啊 那如果你没有辩护人啊 没有一个人宣信他是一个审判啊 而且你在那边也可以看到 哪一些辩护策略是有效的啊 所以后来法院说好这个部分啊 我们不要判他是无罪的啊 所以他不是一个一面倒的东西啊 那同样有时候你看到这样的房子 我从这个房子后来就想到我以前 很精美的那个邻居啊 这个房子是什么 或许它是什么 它没有什么历史有名 它不是什么伦敦什么古迹啊 每个明星片都有啊 但或许这个房子是什么 因为它的规模啊 它是一般老百姓住的吗 不是 那它可能是什么 其实它是双重作用啊 它一方面以前当作过丹麦的一个王宫 那它同时当作一个丹麦的国王的一个监狱啊 所以我为什么从这边会想到精美 你在精美可以看到有的别的地方一样啊 那我记得以前跟我小孩子站在旁边说 你看这个房子啊 你知道它跟监狱的差别在哪里啊 一样铁丝网啊 然后有监视器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啊 没有什么差别啊 很厚的一个铁门啊 一个钥匙在里面 一个钥匙在外面啊 就这样的差别啊 或许它自己里面比较豪华 其实多穷 它敢出去吗 就 我以前 我拿着帐篷啊 你们这边的地 我那些会带走啊 那我可不可以过一夜啊 我没什么好害怕的啊 我有钱吗 过年两个礼拜吃个面包跟圆麦片什么的啊 偶尔晚上买一个葡萄酒啊 你要吗 你怕什么 如果你的贫富差距很悬殊啊 那你就会怕 它会不会想要什么什么的啊 而且你自己越得罪过人 那你越容易会怕 那它会不会跟我一样啊 所以 我们很多事情啊 到最后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例如有这样的一个 欧洲法院 一个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 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啊 不只是争议啊 它的门挂四个女神 其中一个 例如 Concordia 合议啊 你能不能协调 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没有办法协调 但最后它的争议也没有办法落实 所以你从欧洲里面它的历史很丰富啊 而且很多的灾难 它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在 所以你从这些反省啊 你可以重新去反省你自己的社会啊 那所以我为什么会喜欢参与这门课啊 那我就是希望你们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忽然发现 其实它的基本的处境啊 跟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啊 但是人家基于他的经验 他做出可能有不一样的结果啊 有时候一个人需要一个视野 他也需要一个梦想 你们如果没有一个梦想啊 那你们就变成很乖乖的一个 一个不怎么样的精英啊 为什么我说很乖乖的一个不怎么样的精英啊 你知道我的年纪啊 我现在可以看到跟我同辈的啊 比如说我们以前连发牛班都不算啊 结果现在是老板啊 然后说那你们自由班的如何啊 他们有的念美国的学校 有的念的什么什么什么学校啊 然后那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有的移民到美国 然后现在美国工作很难找啊 是因为台湾每一个看起来很操劳啊 那留在台湾的那大部分就是公司啊 顶多是中级主管什么的啊 问题在哪里啊 精英的包袱啊 你们的包袱 第一 你们自以为是 难免啊 那台湾很难进啊 所以你不要自以为是很难 所以它才是包袱 它不是你的错 它是你的包袱 它是无形中产生的 可是这个东西会变成职场的什么东西啊 如果你在职场上 我自以为是 你不用讲啊 那是你的生活态度啊 别人会觉得 你这么英明吗 不见得啊 但是你没有办法合作 因为你没有办法平起平坐 跟别人相处 那第二 如果你没有一个梦想可以追求 那你就看跟你联考一样啊 你就看标准答案在哪里啊 那你要的标准答案 好 我就给你打一个勾 其实你这样的话 你的宿命就是排在第二 如果你今天到最后 我去美国然后我回到台湾啊 然后我就跟你说 美国的理论是什么 我们在台湾也可以用啊 那你还是一样 别人跟你说标准答案在哪里 然后你在这边 比别人快打一个勾 台湾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哦好厉害哦 他跟美国人一样厉害 没有啊 因为比美国慢一排 他跟你讲哪一个理论 然后你说哦对 可以啊我可以用啊 所以你是第二轮的啊 这个是台大很多很多人的悲剧 是很我没有骗你们啊 所以某方面我很幸福啊 我可以不止在台大 我可以看到一些联考分数 比你们低很多的同学啊 然后看他们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大部分都是下课后才敢问啊 因为他没有自信在课堂上问啊 可是他要有一个梦想 比你们容易啊 因为他没有标准答案啊 因为标准答案在他的联考早就失灵了 所以他会重新去思考一些事情啊 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啊 我们有那么多的人会从外面来 我希望你们可以跳出你们的标准答案的一个思维模式啊 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些你们没有思考过的东西啊 然后正在其中发现啊 有一些东西值得追求 而做的跟现在不一样 如果你们能够学到这一点啊 那你们就赢了 对不起啊 我讲久了啊 本来应该五十分钟已经要给助理的时间了 所以以后应该还是会有期啊 忽然出现了啊 你就看啊 欧盟议会原来的那个会员国啊 后来加进去的 这个时候候补的不准进去啊 因为独裁 这些是观察员啊 所以从海生委一开始啊 然后你可以绕一圈从后面回来啊 所以最近的应该就是终生岛啊 对不起啊 不是海生委啊 如果是观察员也算啊 完全顶覆我们的思维 所以为什么欧盟很重要 你们不得不看 就像是观察员 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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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